当高温高压气体推进涡轮机时,会撞击叶片并使其旋转,同时旋转轴也会随之转动。 由于涡轮机和压气机是同轴连接,因此压气机也会被带动工作,同时气流从尾喷管喷出,产生强大推力,最终驱动飞机前进。 据了解,波音747上有四台涡扇发动机,每台的推力是28吨左右,也就是说,其总推力高达112吨。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?一辆普通轿车的重量大概在1.5吨左右,如果把这些发动机的推力想象成抬起重物的能力,那么波音747的总推力,相当于同时抬起大约74辆普通轿车。 对了,发动机运转的整个过程是连续的,只要发动机在工作,就会不断地进行吸气、压缩、燃烧和排气。 所以,飞机发动机并不能像汽车发动机那样可以自我启动,而是需要借助外部辅助设备,只有当发动机达到一定的转速后,才能真正地启动起来。